书夫人在吗 姐姐 听说语文姐姐搬来这里 我便想着过来瞧瞧 顺道给姐姐带了些小东西 都送进去吧 我 这 有劳妹妹费心了 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 我还以为你也要 起到我这个破地方住呢 我 我只是想和姐姐好好亲近亲戚 不瞒姐姐说 家父当年也是得国公举荐 才做了武将 此番进宫啊 我也全是仰仗国公恩德 算起来 咱俩也都算是出自国公府的姐妹呢 那是那是 若是 若是姐姐不嫌弃的话 就随我去永家殿住吧 我 我若是搬过去的话 西平君王府那位小姐 使不定怎么样呢 我就住在这儿吧 至少还图个清静 也好 那 那位姐姐呢 我怕吵 这里挺好 这 兴许是我多事了 那既然无事的话 我便告辞了 姐姐 你要是有什么需要 千万别跟我客气 这 对了 这只发簪 是太渊一等一的匠人 精心制作的 跟姐姐的肤色很是相衬呢 是我特意从唯品阁得来的 还望姐姐笑纳 有劳妹妹费心了 姐姐 宫中险恶 姐姐一定要小心行事 咱俩都是国宫宝剑进宫的 更应该相互扶持 那就不打扰姐姐了 真是大户人家送的 连个发饰都是上等品 这玄灵真夜 是我的贴身之物 若是你能把它 从我身边取走 我便帮你解开封印 什么也不求 什么也不要 偷鸡摸狗的事 本姑娘在玄园山学得多了 贵夫人 您要的养颜路到了 放这儿吧 夫人用了这养颜路啊 定能敷润如雪 掩压群芳 请思计多岁水时 你无一缕迹相思 从此后见无辱如仁 似春烟身旁浮蚀 海盘距坐看云起 未观正清连如刺 一切已准备多当 荣儿 荣儿 休息一下吧 早听门 早听闻 唐将军虽未一代萧雄 但于戏剧 音律 文人哑丸 无一不同 是真正的大雅士 原以为有夸大之嫌 可刚听你一曲唱吧 珍珍是余音绕梁三日 小逼佳学渊博 骨子里的东西啊 来人 在 往上 赏 是 赏些什么好呢 爱妃 你说 你想要什么 能在往上跟前献丑 已经是天大的福分 哪还敢要求什么赏赐 若 如若真能要求一样 臣妾只愿 成欢欲前 是否往上 爱妃 快快请起 王上 眼下虽然已经封了四位夫人 但王后未选 婚典大理未成 今日又是妃子进宫的第一人 若是刘宿贵夫人 传出去恐怕 救你花毒 奴才多嘴 给王上准备的衣服 已经准备好了 好 赶紧伺候王上更衣 是 去前仓 我是 作艺术 厅 刘宿贵夫人 万里 可 不是 靠俨 练 摇 敬 原来 ili 再 忍 煊 这里烟雾缭绕的 我又看不清楚 我要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 明日朝堂上 那些老家伙又要念念叨叨了 这 王上 到底是刚等级 身不由己 要不 你今天先回宫歇着 等本王挑个日子 再按照宫里流程 照片入宫 王上 臣妾 臣妾不想走 那便 随爱妃的意 随我来 木语更衣 你来 这一不是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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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那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